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吉林丰满水电站曾作为亚洲第一大型水电工程和我国最早建成的大型水电站而闻名中外 但自其1937年始建以来就截断了上下游鱼类的联系导致回游鱼类无法正常回游完成繁殖 就在昨天 丰满重建工程两极渔道实现联合过渔打通了中断80年之久的鱼类回游通道 让回游鱼类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为了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松花江流域生态环境 2012年丰满重建工程建设之初就设计了鱼道系统工程 并于2018年7月开工建设 打通鱼类回游通道是一个系统工程 松花江中的鱼类要想回游到松花湖需要过两关 这第一关就是丰满水电站下游的永庆反调节水库 建设方在水库左岸修建了鱼道 并新建了三个生态泄水闸 通过调整闸门开渡逐渐形成生态诱鱼水流 同时还在鱼道中设置隔板 铺设鹅卵石 最大程度接近天然生态环境 因为鱼类在天然的水体里边 它就不是像我们人类制造出来鸣渠一样 这个是一种很均匀的流态 它本身就是蜿蜒曲折的这样的流道 所以说我们就是人工模拟出一个 很类似于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水流流态 回游鱼类通过永庆反调节水库后 就来到了第二关 也是难度最大的一关 因为要翻越高达94.5米的新坝主体 为了攻克这个难关 建设方采用了急游系统加生鱼机 加放流系统的设计方案 在丰满水电站新坝枢纽右岸 环绕围水渠设置了四个鱼道入口 鱼类由这里进入急游系统 通过右游水流的引导 外加赶鱼山蓝鱼山的指引后 进入急游斗内 这里是丰满水电站新坝鱼道的水下观察室 那么通过我旁边的特殊的窗户 向外看去 我们随时都可以观察这些鱼类回游的状态 还有它们的数量 那么这些情况也将通过我右手边 这套影像收集系统 传回到控制室 那么工作人员将根据这些画面 来判断最佳的生鱼时机 急游斗提升后将通过专用溜槽 将鱼送入孕鱼箱内 从这个环节开始 回游鱼类将通过机械化设置翻越大坝 经过轨道 然后走到大坝的这个中间 我们再第一次提升 把它提升到新建的这个新坝上 再上轨道车 然后再走到老坝上 然后再提升 然后放流 鱼等于坐了两次电梯 对 坐两次电梯 坐两次高铁 为保证回游鱼类的合理分布 运渔船将在宋花湖设置的 七个放流点 轮流放流 其中最远的距离 丰满水电站将近30公里 据了解 丰满大坝过于设施 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智能的过鱼系统 自今年7月开始 自动试运行至今 累计过于5万4千尾 实现了自1937年以来 奇灾慢 桂鱼 江雪等珍稀鱼类的首期过罢 切实促进了珍稀鱼种的基因交流 维护水生生物的多样性 近年来 吉林通过采取有效措施 有力保护了野生动物 野生植物 自然保护地等资源 生物多样性保护 取得显著成效 今年长白山区域发现的 中华秋沙鸭 已经有200多只 这些鸟中活化石 水中大熊猫 全球也不过3000只 如今的长白山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7% 4000多种野生动植物 在这里和谐共生 成为举世瞩目的物种基因库 自然博物馆 据林草部门最新统计 我想生野生东北虎豹 由2014年的27只 42只 分别增长到现在的37只 48只 在吉林默默阁保护区 停歇的野生白鹤 今年春季更是达到了 4000多只的历史峰值 山姬而高 择姬而长 回忧于泪 找到回家的路 这是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又一次生动事件 当前地球正面临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 以及环境污染三大危机 人类必须尽快改变与自然的关系 共同努力恢复一个健康的地球 政策千万条 行动第一条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人类必须学会 珍视自然资本 我国从基因测序 到开展监测 从人工扩繁 到物种保护 取得了一项项科学成果 和实践成果 从中我们也看到了 生物多样性的魅力 以科学做支撑 坚持不懈 久久为功 我们就一定能守护 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建设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 第八批在韩 中国人民志愿军 猎士遗骸遗物 装脸仪式 在韩国仁川举行 2号上午 109名中国人民志愿军 猎士的遗骸 以及1226件遗物 即将搭乘中国空军 运20专机返回祖国 109名志愿军猎士中的 绝大部分遗骸发掘 自朝韩非军事区内的箭头高地 根据协议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 本着友好协调 务实合作的精神 从2014年首批开始 至2020年 总共已经有716名 在韩中国志愿军 猎士遗骸得以返回祖国 大国重器 致敬 国家中烈 2021年以来 退役军人事务部 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 和军队有关方面不懈努力 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 通过技术手段 提取出志愿军烈士遗骸的DNA信息 并建立了数据库 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 传来好消息 2020年归国的第7批 11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 有4位烈士 正式确认 找到了亲属 这4位烈士分别是 梁白友烈士 展智忠烈士 吴雄奎烈士 临水石烈士 烈士寻亲 常需要一个艰辛的过程 但是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们就要努力到底 尽一切可能 让为国牺牲的无名烈士 无名 变回有名 1950年 他们正年轻 雄啾啾气昂昂 跨过亚鲁江 后来 他们中 有人埋骨他乡 有人魂归故里 有人以白发苍苍 一代人终将老去 但永远有人年轻 不要忘记他们的故事 精神不灭 心火相传 如今 祖国已无恙 如果可以跨越时空对话 你有哪些话 想对他们讲呢 那时候我是七岁 我说我十六岁 我没有十五岁 二十四九岁 我是七岁 十三岁全军 我没有愧疼我的人生 我把我的军职 显得了最后 我们不认识 但是我们也不怕死 中国人没有投降 我们一共五百年 有一个人 在时代我们的面前 一百四十七个男友 就剩下三个男友回来 我在历史目前 还是战友们 现在的中国 已经不是做出来的中国了 爱心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不断有人去点亮它 8月31号 吉利省慈善总会 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 在长春举行 今年圆梦大学活动开展以来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 及理事单位积极行动 慷慨解囊 奉献爱心 截至目前 活动共接收社会捐款 二百余万元 看着这些贫困的孩子 很想说 不论你们身处 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你们都是祖国的希望 请你们相信 人生的每一次苦难 都会在未来化作一束光 照亮你前方的路 当别人有困难时 有能力就帮一把 这个坎也许就迈过去了 8月30号 这位善良的杨海鸥 就为别人点亮了生命之光 他成为吉林省第112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今年33岁的杨海鸥 是一名货车司机 2017年 他在一次无偿献血时 第一次了解到 造血干细胞捐献 在他眼里 这是既崇高 又有意义的善举 他愿意为之去付出 匹配成功后 他在入院等待采集期间 积极配合医生的各项计划 把自己的身体调控到最佳状态 历时近4个小时的采集后 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为一名白血病患者 支撑起生命的蓝天 血液是生命之源 然而近期受到疫情防控 等多重因素影响 长春市街头采血量大幅下降 为了应对血液库存紧张问题 长春市中心血站 向广大市民及社会团体 发出倡议希望大家踊跃献血 号召立即得到响应 春城人用实际行动 共同筑起生命长城 让爱心在这座城市当中 温暖传递 近两天 长春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员工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让长春的血液储备 渐渐回升 为挽救生命助力 我这次是第四次献血 希望身边的同事啊 朋友或者是家人 然后一块儿加入到这个献血的队伍当中 一个人的力量很小 但是所有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 这个力量就是很庞大的 同样的场面出现在长春市体育局 大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有序的填表体检献血 累计献血量达1.5万毫升 得知咱们临床用血 出现空缺在这种情况下 两天左右的时间嘛 全系统干部职工 党员这块儿将近100人 有没有报名 这是第三次献血 这次献200 总共加起献600了 我这凹献血都是万能血嘛 所以能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这次想准备在献点 做点贡献吧 据初步统计 长春市中心血站在40家单位 完成了将近500人的团体采集量 很大程度上缓解血液库存压力 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延期的 第二十届 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 重新进入开幕倒计时 将于9月6号举行 会期十天 本届农博会以发展智慧农业 引领产业发展增强交易功能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 设计了品牌展销与设施装备 产业示范与科普教育经贸论坛 与赛事活动三大板块 虽然延期 但是原定的很多参展商 以及十几座友好城市 仍然能继续参展 而且由于筹备时间充足 农博会在防疫 安防 接待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安排得更加细致到位 通过展会 让农民了解当前主推的农业技术 优质品种 农机设备的同时 也能让游客看到不同季节的农博园特色 新的学期开始了 那似曾相识的一幕又出现了 又一批新生家长开启 见缝插针的贴墙暗中观察模式 孩子始终是你们放不下的牵挂 可怜天下父母心 其实呢 无论是新生入学还是老生返校 都要做好心理调试 家长也要学会放手 求学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你上学那会儿又是什么样呢 节目最后共同来分享 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写作业是一种乐趣 你不写作业是一个假期的快乐 写了作业 一个假期的快乐就没了 一顿漫画好多天的快乐 值得 周围很多人会卷你 被迫就被卷进去了 我肯定是不想卷的 我是想做那个行李 我们少学的时候 最大的娱乐项目 就是去买一些沙包啊 箭子啊去玩 自由青年 读遍树里话 读遍天下都不怕 是吧 就是这些教育 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在河边 所以我经常会去河边呢 去捞鱼 还会呢 抓乌龟 但是现在是不是违法 五十年前那个时候 我们带着那种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那样的喜悦心情 是为革命而泪 我们那个时候呢 一问起来就说 我要当解放军 我要当工人 我要当农民 想要做一个共产主义的结婚人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我宁愿上上一辈子的学 我宁愿上上一辈子的学 我宁愿上上一辈子的学